哈喽大家好我是木木 好久没有做产品评测了 今天我就来评测一款还是某英的网红产品 上一次评测某英的网红产品还是那个睫毛膏 我看到有人评论说这是脏便睫毛吧 那个睫毛膏刷完的效果还真的跟脏便一模一样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话 可以点进我的主页回看一下那期的视频 这次评测的产品呢 我觉得应该是当代大多数年轻人应该都会有的烦恼 那就是黑头 说到黑头呢真的是学生时期的一大颜值杀手 我觉得很多人找不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都跟黑头有莫大的关系 没有黑头的人可能是无法理解我们这种同学的 在我还是年轻的时候吧 我现在也不老呀 去黑头的办法呢我只知道靠手挤 挤 虽然每次挤完黑头都会有很爽的感觉 但是长时间挤黑头呢 是一定不是可能是一定会因为你的油脂分泌过剩 造成毛孔粗大 最后也会因为这种错误的做法给皮肤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你们看我现在的皮肤可能也没觉得像我刚才说那么严重 但是你们知道我这几年为了修复我的皮肤 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苦吗 唉先不说这个了都是我的辛酸史 所以呢去黑头不能靠急 这是错误的做法 就先不聊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吧 就先试一试这款去黑头的产品吧 先看一看他们的效果在视频的最后呢我再分享一下我这几年自己去黑头的经验吧 这款产品呢是有两个独立的包装 一个是去黑头四拉面膜 另一个是去黑头精华套装 然后呢先看一看我买这两款产品 这个网购页面上他们说明的功效和使用方法吧 他们这个功效的说明就是全脸去黑头去粉刺 深层清洁毛孔污垢 调整水油平衡 收缩细腻毛孔 提亮肤色改善痘痘痘痘印 说实话吧 我看到他们这个页面说明上面有调整水油平衡 收缩细腻毛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付给我们 好的现在热膚做完之后呢 毛孔也算是打开了 然后就来涂一下这个丝拉面膜 然后现在来挤出来 哇 有点像 它的颜色有点像糖浆 先涂在鼻子这个位置吧 其实我脸颊两边 基本上没有什么黑头 我突然看一看吧 好了 这就算涂完了 目前涂上去的感觉 除了粘腻感 并没有什么不适 那么现在就等20分钟吧 20分钟后 我再把它撕下来看一看 好了 现在20分钟过去了 面部的这个 刚才涂的这个已经成膜了 然后现在面部也非常的僵硬 可以撕掉了 这种感觉呢 就跟我之前用的那个手膜 那个感觉差不多 也是成膜之后非常的亮 然后现在就来撕掉它吧 因为我现在说话都不能做表情 你做表情的话就 就是这个样子 想笑的笑不出来 现在就来开撕吧 这个声音呢 我感觉现在做脱毛一样 做那个密辣脱毛 一会儿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面膜上面 能粘出什么东西来 哇 我的眉毛不会被它撕掉 哇 好疼 哇好疼 我刚才不小心把眉毛上也涂上了 现在特别难撕 哇 感觉有点疼 我的眉毛不会被撕掉吧 天呐 我就不应该把它贴眉毛上面 痛哭了 我可不想脱眉毛 因为我眉毛本来就是断眉 把眉毛撕掉的发纳 我就要哭了 我去用点热水把它融化掉吧 把这边眉毛撕下来 看 哇 哇丑的 算了还是一会儿再撕吧 我刚才拿剪刀把它剪开了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一看 刚才撕掉的这个部分 这个撕拉面膜上面都粘出了什么东西 这个在镜头里应该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呢 我透过这边灯光照射 然后能看清楚 这个面膜上是有因那种 我感觉不像是黑头 应该是油脂 就是皮肤 它自然分泌的那种油脂 这种油脂呢 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然后分泌的油脂也会减少 之后你的皮肤就开始老化了 所以这种油脂还是非常重要的 天哪 现在我面部感觉 就是感觉非常的干燥 然后现在我来镜头放大一下 看看我刚才鼻子上那个部位 有什么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还是能看到毛孔是比较粗大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残留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黑头 还是油脂 这里残留的油脂 真的 护肤保养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注意护肤保养的话 你以后的脸或者是鼻子就会像我这样 可能会比我这还严重 因为我这里是已经做过修复的 然后这边基本上是没什么棉花 这一部分呢 是我刚才用剪刀剪开的 因为它已经把我眉毛给粘住了 现在不敢强行用力把它撕掉 因为我怕它把我紧剩的 眉尾紧剩的眉毛也给撕掉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太惨了 然后现在来看看额头 刚才之前是没有露额头的 现在可以看一看 刚才撕下来的这个部分 上面粘了东西 因为我现在是透着光才能看出来 然后这里呢是刚才鼻子的那个部位 好了我刚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要治疗好我的皮肤 然后当时我在网上查过了很多资料 然后治疗皮肤最好的效果就是点震激光 但是在做这个点震激光前呢 也是要先做一套果酸患肤微真治疗 当然这不是必要的 只是为了让它的效果更好 所以我才加了这两个项目 然后果酸患肤呢 我做了三次 果酸患肤的感觉呢 就像一万只蚂蚁在你脸上爬 但是你又不能去脑 就必须要这样忍着三五分钟 说实话是挺难熬的 因为脸上特别的痒气痒无比 做果酸患肤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收缩毛孔 然后就是微真治疗了 微真治疗呢是需要敷麻药的 因为做微真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滚筒 然后滚筒上是沾了很多细小的针 然后那些针里边是有一些 对皮肤有营养的问题 因为微真治疗是需要敷麻药的 所以它的痛感呢并没有很痛 但是很可怕 那个场景很可怕 做完微真呢 你可能会看到你的皮肤上 会有一些小坑 小雪坑 然后那些坑里还会流血 然后呢就是点阵激光 点阵激光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破坏重组 先用激光对你的皮肤 造成一定的破坏 因为皮肤是有修复作用的 过一段时间呢 那些破坏的皮肤 也会重新长起来 到目前为止呢 我做了三次点阵激光 尤其第一次的点阵激光 最难熬 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是 有创伤的那种 就算敷了麻药 你还是能感觉到 像有刀子在你脸上 滑开的那种感觉 滚烫的感觉 第二次第三次 做的都是无创伤的 明显就轻松了许多 但是做完之后呢 我给你们看一个图 就是这个样子啦 虽然你感觉很可怕 但是很有用 因为做一次是有一次效果 所以重组之后 你的皮肤毛孔会小很多 然后你的那些黑头啊 自然也会变少很多了 这就是我目前为了我的肌肤 所做出来的一些牺牲吧 总的来说呢 想要靠外肤的这些产品 来治疗你的肌肤问题 真的不靠谱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评论里告诉我 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啦 拜拜 哦对了 我刚才忘记说了 饮食方面呢 对肌肤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少吃那些垃圾食品 尤其是那种辛辣的 油炸的 高热量的 一周一两次就够了 还有趁年轻 一定要记得保养护肤哦 不要乱用那些三无产品 一定要为自己负责呀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